縣劑場短短渠 情緒跟洗澡 今天早上的時間 其實整天應該是沒有很長 我想今天大家在這麼熱的天氣裡面 假如沒有台風來 這幾天應該都是一個 不會 Sorry for Nicole 七文字在上升 我們台湾其實 現在也面對這些很大的變遷 我們非常感謝國發會 我們持續對這個議題做關注跟投訴 在場的請問到時候 我想可以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我想在場的參與的同仁 應該可以來 我會建議大家多對話 因為這是一個雙向和多向的共同 大概對話這樣的一個發展 好 那我先最後就是感謝各位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主持人 我們專員教員經濟所的蕭戴欣教授 蕭老師是我的吉祥本信長的老師 他之前擔任過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院長 那他對西洋變遷 對綠色經濟 都有長期的關注 也都是非常典型的 都是非常典型的研究 那我想我們就來關聯一下蕭戴欣教授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蕭戴欣教授 謝謝蕭戴欣教授 來主持 來開場 我們 我 在我服務員工人員經濟研究所 研究工作當然是跟汽油問題的關係 這一個主題 今天是第一場的主題 這主題是關於秋冰年齡健康 跟健康的環球學 是我的專業 這是我的專業 所以我只是來這裡 來這裡 幫忙 我們在臺灣的主持人 那我們的時間 今天我們今天請到兩位 專家 跟做一位先做walk out 那第一位是黃玉淳教授 黃玉淳教授 那他是在中原大學環境分子感染系 然後長期 我認識大概十幾以上 他都是在 各一次長期 都是在 永久 氣候 或者是溫度 或者是氣候有關的疾病 氣候的疾病 就是溫度要變高 之後有很多 這個方面 所以今天 他 申請 各個方面 我想說 我們叫黃玉淳教授 會 用幾十分鐘的時間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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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第二位 我們就請到 有第五位主任 是我們 很喜歡許願 然後 這個 疫情分析 疫情分析 就是 學生 學生 主任 也是 在 會不會 中間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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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保持身體的健康 所以在四年就不得不開口氣 不得不開口氣 實在是很不好意思 為了要去減盼 又要健康 不過我想我們首先在健康這方面 我們先來做一些了解 那之後還有其他的部分 可以介紹一下 我想大家都比較 都喜歡住在比較連鎖 夏天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呢 就喜歡住在比較溫暖 那可是這是兩個 好 住一個地方 要有比較溫暖的 中間就要一個暖房的夏天 不像不太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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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台灣 天氣最好的地方是海中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還擠來台北 為什麼還擠來 台北的夏天又熱 冬天又冷 中間的雨又多 實在是之前 不是現在很好 但是西吻上面的地方 其實呢 我們大家來吃 西館 這裡具體 人 穿多 因為人多 所以房價就比較貴 房租就比較貴 因為人多 所以工資就比較低 沒有人說 因為工藝的 能力工藝比較多 水在這裡 可是大家還是喜歡 水到這裡 所以這個是 這就是氣候造成的 氣候造成的 我就簡單的 可以做 真正的 網絡十六 好的 華高 歡迎華高老師 謝謝 蕭林長 郭主任 郭主任 各位先敬大家好 我是中聯大學 恭喜王宇淳 今天很榮幸來這邊跟各位 針對氣候率先跟健康這個議題 往正期前來 主要是國際上和台灣的一些 營修成果最終會成 那我大概都跟幾個主題來說 第一個是大概的 背景知識的介紹 然後呢 是講到 最近幾個主題當中 你們研究成果比較 公說的部分 我們把它總結 跟大家分享 然後最後則是 目前也關於 氣候病今天的 老師策略部分 我就會成 國發會自己的一些 營修成果 然後我們最後也許在 在我們的人民主任的一個 後面的討論之下 或是open的討論之下 就可以有更好的產出 那我們大概先說一下 氣候面線到底是怎麼影響健康的 那基本上呢 它可以根本的直接解決 或是影響社會的努力程度 那直接的部分呢 直接的部分呢 包括就是影響我們的溫度 比如說讓我們的平均溫度升高 讓熱浪的發生的機率增加 那這個部分 在IPGDDR5 都是已經確定 未來是very likely 會發生的事情 也就是90%以上 有機率的達成這種情況 那另外一種情況 是間接的影響 比如說影響你的生態系 影響你的農民漁目 影響你的勞動力 這部分都會影響 漸漸的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那除了這部分之外呢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很極端的氣象災害 它有被導致後續的一個社會問題 包含呢 上死我們的居住地 導致後續的一個貧窮 經濟的上的損失 大量的人口牽涉的問題 還有後續災害後的一些暴力 跟精神疾病的問題 這個都是很值得探討的 那基本上呢 剛剛講的東西呢 大概得簡單問成一個圖 來跟各位說明 直接的影響 包含暴風乾旱 水災跟熱浪被檢討的影響 那漸漸的影響呢 包含影響我們目前的水資源 水量 水質 然後還有影響我們的空氣品質 影響我們的土地利用 影響我們的生態系統 那漸漸呢 就會導致後續的一些 不論是耐性疾病 或是我們的傳染病的發生 那除了氣候變遷 那個地底的重要性之外呢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社會變遷 所以未來的一個老年人口增量 未來的國人健康 或是社會經濟的發展 都會影響到後續 我們國人對於氣候變遷 調適的能力 以及它會應到一個衝擊狀況 好 那除了平均的一個氣象的變遷之外呢 其實在我們郭德里面 還非常關注的一個重點 叫做氣象災害 對它的氣象災害 我們都比suffer多少 所以這個是根據E&D&E 也就是國際災難的一個 狀況的一個組織 它的統計結果 1995年到2015年呢 全球災害的統計呢 我們可以分成氣象相關 另外的現象跟火山活動 那氣象相關部分呢 然後水災 乾旱暴風 其中溫度 還有我們的這個 吐石花坡跟別火 我們可以發現到 那個發生的比例來看 水災大概是 過去是發生比例最高的43% 然後其次是28%的暴風 經濟損失部分呢 第一名是這個暴風 38% 第二名是地震的火山活動 第三名是水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人的部分呢 影響的人的數量來說呢 第一名是水災 影響的23億人口 第二名呢 是我們的乾旱影響的11億人口 好 影響的人這麼多 那到底是死人多少人呢 好 這邊告訴你們 討記結果喔 氣象相關的死亡跟數比例 第一名是誰 是暴風導這個死亡 第二名呢 極光溫度喔 很有趣喔 你看前面的經濟損失 發生次數 或是影響的那個數比 都不是被告的 但是它的死亡人數 它會一下子 從後面的潭嶺 跑到前面去 然後第二名呢 是我們 接下來的潭嶺 是我們的水災 所以其實呢 極端災害的一個發生形式呢 我們台灣一直都很強調的是 水災跟風箏的影響 可是其實整個國際上呢 他們關注到 除了經濟跟影響元素之外 還可以關注到 到底有多少生命損失喔 那這一段我們到底台灣的影響 互相對應的影響程度 或是對應的措施 或是很值得去探討 好 那除了剛剛提到的一些智能 卻沒有衝擊量的一個頻度呢 現在我們在國際上 更得提到氣候變遷跟健康的時候 也會非常強調的狀況 叫做脆弱度 什麼叫脆弱度的頻度呢 它指的是 因為地區的脆弱度取決於 它曝露氣候變異的速度跟程度 也就是說 以後氣候變遷 它那個地方的氣候變異度會很大 會不會很狂 然後第二個呢 氣候變遷對它的衝擊程度有多高 那這個其實跟當地的一些特徵有關係 比如說好了 假設未來發生的高溫會變多 如果這個地方 它是慢性命蜜蜜蜜的時候 它受到的衝擊量會很大 那如果這個地方 它的健康症狀態度是非常好的 其實它受到氣象的衝擊就比較小 那第三個呢 是取決於它的系統的感度 跟該地區的表示能力 那怎麼去決定在調適能力呢 其實跟當地的一個社會經濟 人文跟社會的一個活動客氣 非常重要 那又呼應姜老師在開場的 我提到說 因為北約會不會開冷氣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 對應集中溫度的一個調適行為 但是這種開冷氣呢 不是每個地方都有開冷氣的 比如說 包括地區好漂亮 但是他們不可以裝那個冷氣啊 你有看過在那個 那個這麼維美的建築物上面 不好的氣嗎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們的冷氣控制 把這個安裝力非常低 所以高温的重量都會很大 那或是說低溫的影響 低溫他們都是 歐美都會安裝的室內裹 也不是冷氣 但是台灣也沒有 沒有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負荷 其實是低溫的重量性 好 所以整個整體來講的話 一個地區的自然環境 跟深的環境呢 就會決定這個地區的 能力感濃度 然後配合這個地區 它未來會透露到氣候面前的 一個頻率跟強力呢 就可以決定這個地區 未來的衝擊量到底能多大 那也有 也可以從這個地區的 自然環境跟生物環境當中 來取決 然後決定了這個地區的調適能力 所以你知道了衝擊 你知道這個地區的調適能力 你就知道這個地區的 脆弱度是什麼 那找出之後就要幹嘛 最簡單就是希望能 針對這個脆弱度 有一個應變的方法跟機制 好 那步驟的部分呢 我們就跳過去一下了 那因為氣候面前對健康的 那個影響效率其實非常大 那我只針對三個組合來說 第一個是氣候面前 極度度對慢性能健康的影響 第二個呢 是氣候面前 氣象跟傳染力的相關性 第三呢 是氣象白黑 那首先在極度度跟慢性族群的 慢性病族群的健康部分 我先說明一下 氣候面前跟一般的理論科學 不太一樣 像護理化水 我看有理論去推出它的一個發生機制 但是氣候面前這個學 我們講學科也好 我們講真本學問也好 它其實不是一個理論推出來的東西 它其實是根據很多實證的一個理論調查結果 慢慢跟學家才會整出一個結論說 原來這些是高松性的對象 原來這些必須的一些特徵 社會經濟一直會影響到我們的收集強度 所以這個研究調查的結果 它我今年 我今現在講的這份報告是這個樣子 可是兩年之後我再講這份報告 而且結果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都一直變好 好 那為什麼要講到這個呢 其實在芝加哥這個事件的熱浪 其實在早在1990年代就發生了 但是那時候發生的不是很厲害 偶爾就滿意的一次 那最有名的呢 就是1990年的芝加哥熱浪 它在短短的廣告中 這個10號到20號的這個時間當中呢 大概導致了465個相對應的熱相關死亡人數 那芝加哥的死亡人數他們去調查的一些背景 主要有什麼民主 第一個是族群的人口 第二個呢 是畢瘦的孤獨 所以這個是 怎麼說呢 社會積極的風險因子 在這個地方就被建立出來 好 那除了這個美國的熱浪呢 歐洲熱浪是最有效的 那最早一個大的熱浪是在2013年 那歐洲的大熱浪呢 它除了對法國影響 在印加州對希臘都影響 那我現在這邊的數據 有所呈現法國的 那這是IPCC的AR後門的影響調查 從6月25號到8月29號呢 合起大概一個月有的 一個多月一半月的一個熱浪期間呢 法國根據官方的調查 至少一萬五千個人死亡 那個平均的熱浪的一個充足 至少一萬五千人 那甚至有些報告之前 一萬九千多個人 那其中呢 是以七十歲以上老年人國籍 那也因為這個很大的一個熱浪事件 之後呢 歐洲開始啟動了一個 通過熱浴景系統 好 歐洲很多人叫做熱浴景系統 那在啟動之後呢 2013年的熱浪又發生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在評論說 這個熱浴景系統 那麼聯合發行有效的降低死亡人數 就是MGTNR5內容影響的這個 明確地把它露出來了 好 那溫度到底是怎麼影響我們人體健康呢 基本上呢 我們的TBL溫度大概是三十五到三十七度 那我們體性溫度大概是三十七度左右 那我們會透過這個機器 各外在的反應溫度 我們去把熱浪進去 包含足射傳統會有增胖 但是有一些情況呢 會保持我們這些上溫的機器 會不是很正常的運作 包含什麼 包含第一個 這個人是不是對排熱上的可能 比如說老年很狠 第二個呢 他是不是有吃特殊的教育 讓他排熱 或是保持他體溫增高 或是第三個呢 他慢性病 我們一些慢性病 導致他循環性 然後排熱上出現的問題 另外還有就是 比如說大概戶外活動的時間 比如說正中 他說戶外活動 這個就是會保持他的熱過度 蓄積在於體內 然後就會產生相當的 一個吸血管理壓力 好 那每個地區呢 他的那個溫度 跟健康的相當性 都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很變形的 我們稱之為B-SHAP 或是U-SHAP 有的研究叫做J-SHAP 我們在看他的圖形長的 長的就是什麼樣的曲線 就是有不同的名字 但是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圖 叫B-SHAP 什麼叫B-SHAP呢 意思就是在 我們跟特定的溫度造型之內 這個溫度對健康的相關性 它發生的死亡率是最低的 但是低於這個溫度 不大為 或高於這個溫度不大為 的時候呢 這個死亡率就比較好 所以在歐美這個國家呢 他們那個最歷史的溫度 現在16度 16度 16度左右 那因為他們當地 有一些低溫的調適策略 所以 機閃上它低溫的衝擊 只能被音聽到那個調適策略的 屬於所謂 但是高溫的調適策略沒有這麼好 沒有冷氣的情況之下 它高溫的充足就非常的大 那對於我們雅熱帶 跟熱帶國家老講 我們主要是 最適合死亡率最低的溫度 大概是26到28度的時間 那台灣過去的研究結果 大概都是26到28 那有些疾病是24 有些是29 但是大陸根就落在26到28時間 那因為我們雅熱帶地區的低溫調適 是比較低溫的 所以低溫的衝擊比較大 但是高溫的低溫度 因為冷氣最差的 冷氣是比較好 這是我們提升的VSHIP 好 那這個溫度跟健康的部分 其實研究已經非常多了 已經超過10年了 所以WHO跟WMO 也會準的相關的結果 告訴我們 其實某些人 他其實是高溫性不足 包含誰呢 包含一個 糖尿病及內科病系統 精神病患 濕肝 阿爾夫海苗症 藥癮 精神異常症 精神分裂症 精神運動障礙 心血管疾病 高血壓腦血管 心腦管 呼吸道 邁奇麗疾病 腎膀 腎腎結石 那很多 我覺得大家在看那個新聞報告 都已經很理解一個東西 新聞最喜歡說的是 接下來是高溫 請多喝水 那心血管的病患要特別注意 它是小的心血管 那你看看這個報告的照片 它有好多難性病 高血壓也是 腎臟病也是 糖尿病也是 那尤其是糖尿病跟腎臟病 我們國人的盛行區 應該是全球Top 5 但是非常重要 所以那個衝擊其實是 都被隱藏掉了 沒有注意注意 因為其實未來在 如果現場的媒體 可能或是說 代表自己在這裡 去查到這個東西 那低溫的部分的話 包含 濕溫 吸血管疾病 還有臺癌病 包括高血壓 或是相對媒體 都很感興趣 好 那除了共病 我們現在很深刻的共病 共同病 就是我本來犯了那種血壓 所以老做比較厲害 除了共病之外 有一些社會經濟因子 目前 國際上也非常關注 第一個老化指定是 P-Vector 不論哪個國家都做出來 就是北朝 西式北朝 就是高中情侶 然後第二個 到底心理有沒有差異 每個地方都特質不一樣 所以目前的結論是 哪有個差異 但是有一個是 確定的一個ルースケーカー 叫做人生跟独居 那故意到最前面的國語片 除了氣候面前之外 社會面前 GLASS 氣候面前的傳奇 未來倒進 有沒有一個 單位會針對独居 跟独生的 這樣子的一個 社會形態去關注 他未來的一個性感中 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其他的 比如說第一 社會經濟 則會很消耗 包括目前的 那種普通的哲學 那其實這部分都還 需要很多人過去 用這條理的相關性 好 那前面大概是一個 背景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到底 受到的非常多大 好 這個 現在大家看到這張圖 是 扣除掉癌症 所有慢性病的十大死亡異 十大死亡異 更可 第一名到第一十一 我們國人 扣除掉癌症的病 是什麼 就是精臟病 第二名是腦血管 第三 背炎 一次糖尿病 慢性消息到高血癌 肝病 肝病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高溫的敏感 有誰 有心臟病 腦血管 糖尿病 呼吸道疾病 高血壓 腎臟病 OK 十大死亡當中 就有七個名額在裡面 我們高溫的敏感 就是裡面 好 這個是腎息率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什麼 欸 腎息率比較高的地方 好像都不是在豬特區對不對 大概 腎息率的大概是每十萬人 有幾個人 對 這是腎息率的 OK 我們來換另外一種 換成人數呢 這個換成人數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那個同樣是1% 台北的1%跟花園的1% 那個人數 這個已經就差不多 所以你換換成人數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都在哪裡 西部沿海地區啊 那這個其實故意叫我們 永續政策 你知道 永續的城市 未來的60%以上的人 可惡出區外城市 那對應到這些城市 這些居民 以後可能高溫化 國區化的機率都會增加 那這些人應該幾百分 都有相對一個 的偵測方法 可以 可以幫助這些人 可是後面後可能 我們可以調到很多 好 那我們台灣的人物 對於這個溫度 跟的相關進行 這個圖呢顯現的是 台灣四大度的區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當地的人 跟 當地的人死亡 跟溫度的相關性 所以 如果各位還記得 我們當地的冷冰雪 在某一個溫度的時候 那個死亡是最低的 所以在台灣 台北大概是 20到28度左右 但是台灣就是 四大度未去這個死亡 能說是比較低的 好 等一下 對 對 來 那這個低溫的部分呢 他的死亡率又比較高一點 高溫的部分呢 死亡率又比較高一點 目前都是有顯著的 但是以整體來看 台灣的低溫衝擊還是比較高的 好 好 那現在我們 我們在想 好像我們 台灣人會受益 氣候變形 氣候變形 氣候變形怎樣 低溫變少 高溫變多 對不對 感覺起來像低溫死亡的人 會變少 高溫死亡的人會變多 但事實上是這樣嗎 沒有這麼好的事情 科學家已經發現了 我們稱之為 高明感性的 他如果 今年不死 明年還是會死 這個叫 再次死 怎麼說呢 他冬天不會因為 這樣子低溫而死掉 但是他明年的 夏年一度的 夏天會高溫死掉 所以這個是 這個叫 Hotality Dispacement 就是死亡次患的 相關性 這個大家 有一點概念 那急診部分呢 有關相關性 有 這個是 我上角的是 腦中鋒 腦中鋒 20度級以上 急診注意 超好 然後呢 高血壓大概是 在23 26度級以下 還是往上爬 好 氣床也是 有部份的相關性 大概是23地區往上爬 好 那高溫的部分呢 有一點兩個病等 急診跟高溫 特別的相關 一個叫做CRF 慢性腎症狀疾病 那可能是 腎中症狀疾病 腎中症狀疾病 症癌疾病 那個部分是 慢性腎症狀疾病 另外一個叫糖尿病 那這個圖 大家可能看不出 相關性 但是我們切一天一天天 來看的時候 這個是 累積零到三分 的Risk 在頭裡的結果 我們切一天一天 來看的時候 大概高溫日後的兩天呢 糖尿病他的症診 其實症診 就會往上飆 大概會增加量 大概可以使用 好 那這個是 車禍的事故 車禍的一個意外事故 這個部分其實看法很少 但是我個人解釋是這樣 天氣帶熱大家都會自猛 天氣帶熱大家都會自猛 而且還會心不氣 然後還會快吃 所以 方式就介紹很好一點 好 所以有關於溫度跟健康 其實林林總統 台灣在過去10年 應該發表我們 10幾天以上的溫度 我們大概以這個圖來 跟各位做一個相關 左邊這兩個圖呢 是死亡率 死亡 死亡 死亡跟溫度的相當性 風險度 好 那右邊這兩個呢 是冷整 冷整跟溫度的相當性 風險度 我們可以發現到 在全死因跟吸血管死因 那高溫 那裡的風險之險度 林嘉南地區 林嘉南地區 那低溫呢 低溫主要是以溪漫度 溪漫度是很明顯的 好 那救醫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呼吸到 救利器這個 你的吸血路的風險度 高 然後呢 低溫的 不是高溫的部分 低溫的部分是全臺 或是受到影響 那最統順的 是哪個地方 是這個地方 所以 我們一直都強調 然後吸血管基因的受到重點 其實在腎盪期間 它的風險性 非常嚴重 只要發生高溫度 會影響得出來 好 那除了人口因子 共病因子 現在社會科學家在強調的 就是社會經濟對溫度 健康上的影響 那這一塊呢 主要 嚴重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統計了過去一些 有限調查 大家都是今天 相關的瑞斯登克 瑞斯登克 癌人和百種 之後呢 我們要講十個相關的因子 第一個叫做 這個地區65歲以上的 人口比例 第二個呢 是醫療資源 美外人口的病床數 第三個是 它的病庫率 第四個是人口的病庫 第四個是人口病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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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死亡人口 性別理庫 日均會超過30度 日均會超過30度 濕度 低收入伏的 健康包含心臟 乳心臟 以及腎臟疾病的部分 好 那我們想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把這十個危險因子找出來 之後呢 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我想讓全台灣各縣市跑去 我覺得這個因子 對健康是有幫助的 我就給它一分 如果對因子呢 就是它不過 它對健康是有害的 我就給它高分22分 那舉這個例子來看好了 每外人口綠滴的面積 22分的意思是什麼 新北市在22個縣市當中 它的這個數值是最低的 因為那個綠滴面積跟這個健康 是有趴著滴的相關性 但是它面積是最低的喔 所以它是只有排序是最後的 真的22分 那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是我們的紅線 第二名是我們的花蓮線 所以我用這種方式來幫各個縣市排序 排序出來之後 它把它加總 當然你也可以跟我安提 說老師你這樣子 只是simple的一個加總 都是很不對 可是我平時台灣的人都會說 沒有人知道我來 你沒有人告訴我 我到底怎麼玩是最好的 所以我現在先 最簡單的方式先加總 那未來可以去做加全 這是可以做的事情 加總之後我發現幾個縣市 是特別高中選的 第一個特州 例如就是西北市 第二個是桃園 第三個是高雄 西北市 台海跟地東 很明顯的北、中、南 都有代表現實出現 然後呢 國防這些事去做 未來的一些溫度 對健康的分析 還有它後續的原調 是設備可以做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政府教會 尤其是地方政府 可以去先讓你討論的一些項目 好 然後我們用一些 大數據的分析方式來擺 關聯性 到底這些死亡人數 比如說腎臟、性臟、腦血管 死亡人數 跟哪些社會經濟一致 關聯性出來的結果呢 越靠近這一個區塊 這個區塊 綠色兩種是一個正相關 紅色是不相關 越靠近等級 它會相關性越強 那線就會越粗 所以你發現 跟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高敏感 就是死亡人數 有相關的因子 關聯性 第一個是人頭密度 然後老年的人頭比例 如居人頭數 低中五度比例 都是這些高中級的一個 也是比較多 好 那除了社會經濟因子之外呢 還有一個叫做 這個 這個我們來分享 這個是社會經濟因子 會改變我們那個 到院前死亡的一個相關性 那我們分析的是 低收入度 二十二縣市當中 每一個縣市都會有 低收入度的一個數據 所以我們把二十二的縣市 它的一個溫度 與死亡相關性做完之後呢 我們按照它的那個 低收入度的數據去排序 排序完之後 它會得到你的一個結果 告訴我們說到底 低收入度跟溫度 死亡之間的相關性是什麼 那這個藍色的那個band 它是屬於低收入度比較高的 然後紅色那個是低收入度比較低的 所以你在發現 低收入度比較高的呢 它的一個高溫的風險 是比較高一點點 比紅色的高一點點 但是呢 在低溫的風險來講 它卻比那個紅色還來不低 那為什麼會有差異性存在 我們以後就要經濟再探討 社會經濟因子跟個人健康相關性化 那這個我們猜 這之間有一些互動的關係 所以導致它的分析結果 可以有個落差存在 好 以上是那個溫度跟 暖性病的關係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氣象跟傳染病的部分 那其實氣象跟傳染病的部分 由主任才是專家 那我這邊是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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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氣象跟傳染病呢 基本上是分了三個大主軸 一個是對人的傳染病 對植物的 最高等 那這邊我只講對人 可是對動物跟對植物 什麼重要 非常重要 比如說對動物的血液感 對植物的什麼 對農作物的影響 那其實都會直接跟間接影響到我們 那我們講人的部分呢 是其實也不是這麼簡單的 為什麼 其實因為傳染病太多種了 依然有數百種 那大概簡單分類分為病免型的 大家知道了分的熱 那水煤傳染病的比如說 你包子層的感染 或是石煤傳染病 比如說過蠟 或是乳屑 那空氣的傳染病呢 包含有兩肺炎 那不同的傳染病 你要去研究它的相關性 就會非常的機質不一樣 那本身機質很不一樣之外 你還要再加入一個氣候 可以比較好用這部分 那怎麼說呢 因為傳染病它發生 它們必須要三大元素存在 第一個叫做 可以被感染的速度 可以被感染的速度 第二個叫做 第三個叫做 適當的傳播途徑 有些是透過呼吸的 呼吸用鼻呼吸出息 不會傳染的 所以它必須要適當的傳播途徑 它才會讓這個傳染病 真的發生的可能性存在 那今天這個傳播機質當中呢 它有一些因子可以跟我們的氣候 或氣象有相關性 包含氣溫像食物 或這個沙塵棒 那這部分呢 影響到哪裏 影響到它的傳播途徑流途 那其實這些因子呢 可能也會影響到病人 但是這個需要更長期的研究去認證 目前還沒有不夠的貝塔斯斯果 那也可能會影響到處理健康 然後這部分 這個交互電腦的部分 其實都很需要更多的 也會處理探討 好 所以簡單來講 第一個 病有好多種 第二個 環境對這個傳染經濟的態度 每個病都不一樣 然後相關性能非常難去界定 它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叫做人的一個行為 人的社會狀態 就決定這個傳染病的爆發 比如說影響跟隔熱爆發 關鍵的意思是什麼 有沒有激水容器 雖然效應很重要 但是有沒有激水容器 才是重點 沒有激水容器就不會有的意思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有些人 就是不到激水容器呢 這個就是 OK 要去討論 好 那我們WHO 也規則了全球有關於 氣候面前傳染的一些研究 大概總結出一些發生的情況 大家比較熟悉 比如說 滅結啊 禍亂啊 分隔熱 或是藍眼病啊 或是看他病毒等等 這個在台灣都偶爾都有 案例有面積之外 面積之外 那其實大部分這個案例呢 在WHO的預測之下 未來都是會增加的一個趨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好 感謝CDC的Open Data 所以我們都可以很正確的 取得相關資訊 可以做後續的分析了 那這個是2006年到2015年的一個傳染病 含本土個案跟境外一種的個案 那我們看一下 台灣十大傳染病是什麼 好了 首先是看到的是發生率 發生率第一年是結核病 第二是真核病 然後每一組的HIV 臨病 AIDS 流感 被有量從地獄 放在一起 同樣我們來切一下 個案數呢 個案數看一下 剛剛我發現好像 除了這四大疾病 以這個花東地區為主 其他感覺不出什麼趨勢 但是如果你個案數來看 就蠻明顯的 這種傳染的結核病 還有性型的傳染病 非常多方面在都配的地區 那劉凱也是發揮在東地區 這個東西發揮在 富西澳在東地區的結核主 那如果你去看登革熱 他就是你看看跟高雄的主 一樣重新的話 就是我們的南投高雄平 跟花東 伊朗 從台北市 也有一些女性的個案 好 為什麼 我們等一下什麼是登革熱的主 為什麼南部特能不能有登革熱 第一個蚊子太適合生存在那個地方 因為疾病傳播的最低溫度 大概是在十二度星左右 那我們常態性會在十二度星以上的問題的一個現實 都是以東南部為主 所以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我們登革熱的有病美蚊 比如說埃及邦文一個叫白線邦文 白線邦文是全台灣都會有 但是埃及邦文 它只會在南部地區 那偏向埃及邦文的傳播能力 可能是白線邦文的七到十倍 所以南部地區永遠 沒有講永遠 比較有高風險 有登革熱 對 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台灣的學者 他到底發現了什麼東西 發現了什麼樣的結果 這個是 這是小蘭的團隊 他發現臺灣南部的一個登革熱 與降雨最低溫度相對濕度有相關 而且是發生延遲效應大概一個月或三個月之後 差不多有高的溫度 那這個是臺大團隊 他做出來是當最低溫度高於攝氏20度C 或是每天的H降雨量大於50mm 就增加恩德热的強度風險 而且影響時間達15個星期 然後這個是中年院的團隊 發現到怎麼去預測一個縣市村里恩德热呢 他發現過去14天有沒有恩德热 是最主要的一個關鍵物質 那下一個同樣是臺大團隊 他發現到每週最低溫度 每週最低溫度量20度C跟80mm的時候 後面的9到14則有較高的登革熱風險 那另外的程度反對呢 則是發現到當降雨量 就是對降雨量為131到200mm的時候 登革熱在70天之後的相對風險會為1.962 那如果降雨量是201到350的時候 他的70天之後的風險會是2.094 然後另外的中國醫藥大學呢 是發現大雨跟這些傳染力都有成本性 好 我問一下大家看完這些研究的想法是什麼 怎麼這麼困難 怎麼每一個研究做出來都無感寬 好 對其實在這邊順便就是機會交易一下 不是台灣做不好 是全球那個辦法做到很精準 因為相對於登革熱來講 面積是更重要的一定能傳染力 那即便是全世界頂尖的一個流行音樂專家 或是模式專家 他們想要用氣象或是一些人頭設計機 去預測面積發生 那個模式的準確度 預測上30到40% 所以其實這些老師呢 做出來研究他如果能夠準確預測到30到40% 都已經開始股部長 都是很不容易的研究成果 好 那如果遇到這種問題應該怎麼辦呢 老師每一個 每次這樣計畫做出來的研究成果是一條 那我個人的想法啦 在一個政府風險決策的角度來看 如果那個不確定性這麼高 那可能他在使用的模式上來講 不能只相繼一個模式 他可能要有多種模式的結果去參考 再去下一個結尾 這樣是比較不會犯錯 我個人的想法 好 那其他部分我就不講了 好 那為什麼這個 或是病沒傳染病 或是任何傳染病 有這麼好的一個預測呢 主要是因為我們今天在這邊 只有講到一個東西 全裝的話氣候溫度 這樣一樣對環境的影響 但是其實對傳染病發生 所以他太多因此需要考慮 比如說跟核心病毒 一二三次行 哪一行他的病毒傳染病又不一樣 然後 比如說避免我的體感性的重點 然後有沒有可以被感染的數字 或是說今年我流行第一型 所以明年又流行第一型 給所有的影響都不是這麼好 如果今年流行第一型病 比如明年又是第二型病 這時候他的交叉排 可能會分割數學樂 他的風險會很高 那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其實有沒有其他的 Respect更應該的導入呢 這塊研究確實是比較少 那在去年跟前年 有研究的人發現 老年人又有同糖尿病患者 他是屬於跟核的高溫度群 對 那這部分的研究 還需要各位 就是專家研究人 去測試參觀性之後 才幫他跟各位說 好 那除了平均的氣候狀態 還有一個非常調皮的 一個氣象事件叫做 Ansel契合這個叫做 聲音現象 好那聲音現象 對全球的一個傳染病的發生 他其實把研究 影響起來都不等 而且有時候有時候沒有 真的是很觸摸的 不過大概就等一下 已經發現到 我們這個東南亞地區 包含台灣了 未來呢 會受到那個Ansel的影響 是一些 出血的一個 病毒性的感染 出了那個腎臟疾病的 一個症狀的軌著 多部分就是請那個 又多問說 再來分享一下 Ansel跟台灣的一些傳統 相關性 好那第三部分我要講的是 氣象災害跟緊急救護 那其實在 多部分東西比較少 早在幾年前呢 台灣每次發生這個 大型的風災或是水患的時候 確實都會有人員傷亡 跟很嚴重的自己損失 但是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有一些硬電機器出現之後 它的衝擊量已經變得比較少 所以我們團隊就收集了消防署 從2010年到2015年的所有的 一個觀光報告 我們統計出來 風災跟水療到底造成多少 現實的死亡 一個人分析 那可以發現 他們的影響都變得更低 除了2011年的蘇迪樂台中 它的影響比比較高 但是其實你看那個死亡 所以大概就是多數 比較低的 除了疑癌 好 那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提到 氣象災害 包含風災 水災 還有什麼 極端氣溫 鐵火 旱災 可是呢 台灣的官方統計報告 也並沒有針對 旱災 野火 極端高低溫 它的衝擊 有一個很具體的量化報告 跟分析成功 所以這部分也許未來可以是努力的方向 好 那我們自己是私底下的一個研究成果 我們有跟溫服部還有消防署 申請了緊急救護資料 什麼樣緊急救護資料 119 119 所以我們去分析那個119呢 打電話跟溫度的一個相關性 我們就發現到溫度跟這個 一個症狀叫頭暈頭痛 它是有相關性的 而且低溫的時候就有個性 這個相關性存在 這個是全台 台灣各縣市的一個風險risk 我們覺得相對風險0-220 那整體台灣大概是1.2到1.3 然後我們是怎麼 就是相對於正常的溫度的時候呢 低溫發生的時候大概會增加20-30%的 119波電話跟他說 主持續會有頭痛痛的一些症狀 然後眼尖的同學可以看到 怎麼沒有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比較特別 台北市 data跟全台灣的網路環環 所以就沒有辦法一起分析 對有點可惜 對 好 來第二個 剛剛是輕症喔 比較輕的症狀 來看有沒有嚴重的 這個是怎麼 有人打電話給119說 有人心肺功能停止了 那這叫做什麼 非創傷道怨前心肺功能停止 也就是道怨前死亡 而且不是意外事故 是心肺功能分析 那我們可以分析台灣21縣市 在20-27度C的時候 發現的結果是什麼 在20-27度C的時候 這個症狀是比較少的 類似可視最多的 但是在27度以上的時候 哇這個風險就增量了 2.0是什麼 相對於它是增加100% 2.5是增加150% 那20度C以下呢 它的風險是增加的 但是沒有像高溫子度中的風險是很高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緊急救護 或是個人照顧這塊缺漏了什麼 所以導致這樣的一個結果出現了 其實這個也是很值得 後面大家一定討論的 好那除了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緊急救護之外 在IPCCNR大有特別提到一個族群 是關鍵的一個風險族群 叫做勞工 那因為勞工一定在未來 預測時會下降 因為指東高溫子度外的風險會下降 所以這部分我們的勞工部 也在上個禮拜公開了一個網頁 告訴勞工說他的熱微開示多少 那等一下在該會也帶到一個部分 還沒講 還沒開玩笑 來後面呢我們要講調試喔 調試的部分 基本上呢調試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你要確定的調試方案的目標 你的空間 你的完成時間 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態組成 你要做一個調試策略 到底有沒有經濟支援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這個調試呢 看我們其他面向的一個交通圖 也就是說 可以大家公視Publicity的嗎 還是不會影響別人的時間 It's a negative effect 所以我們想好問的 那調試策略的部分呢 在IPCC的個數當中呢 有三個指導的調試 是一個對健康的 第一個叫做增殖的調試 第二個叫做轉變的調試 第三個叫做轉變的調試 第三個叫做轉變的調試 增殖的調試 是什麼 是自止 你在採取這個行動之前 你根本不用管邱明先 對他影響是什麼 因為他本身 對公共的健康就是幫助 比如打電影 所以 我都跟 每次去做環境交易 都會做這些事情 人家可以打電影 各位打電影 當然這個還有沒有小問題 然後第二個 轉變的調試方案呢 就是採取一些行為 改變大眾的態度跟感知 比如說執行一些 鑑定高風險區域 高風險族群 然後去做相關的衛教宣導 這個是轉變的調試 第三個是轉換的調試 轉換調試是系統性的 比如說 我已經知道未來溫度很高了 那我也需要做 Air Conditioning的這部分 但是開冷氣真的是 比較好方法 這個是可做的 那對建築 怎麼樣設計 才可以達到說 節約燃燃燃 又可以有效的提升 我們的Edo Air Quality 或是說 讓我們能熱微耗的衝擊便利 這個部分 都是未來長期的 轉換調試的一個發展方向 好 那調試部分 我大概也講幾個 一個是溫度的 一個是傳染鏈 那最後我們試過 發課的一些報告 整整理 混混整過去 那溫度的調試 有兩大集中 第一個叫做減低熱度度 第二個叫做管理健康保險 意思是什麼呢 第一個 如果發生高温 你要告訴他 你現在發高温 你可能避開這個高温的影響 那第二個呢 管理健康保險是什麼 我 耐性病族群很高的地區 不會有辦法 想辦法提高這群人 他提升自我健康的力 比如說準時的運動 正常的飲食 正常的吃藥 讓自己的健康症狀況比較好 比較不會受到氣善存起 這個叫管理健康保險 這兩個主軸是比較常做的 那所做到的一個 對應的一個行動方案 你兩個為主 一個叫做 其他公布預計器 我們剛才有提到 歐盟都在推特的 那第二個呢 叫做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古外是怎麼做的 像比如說歐美的國家 跨國英國呢 都是已經有一個高溫疫情精度 而且已經增加了一個 熱量的熱線熱化的一個服務 提供物資等等 那部分國家呢 就是以那個社區改革 比如說玉霧嶺 或是玉霧 比較降溫 霧面的一個設計 來降低整個城市的溫度 好 那溫度疫情 系統包含這些 最主要的是 要由地區的 衛生單位來啟動 然後氣象它會比較配合 配合之後呢 告訴他說 欸 接下來一定有所高的 一個老航行 所以你地方衛生單位 會敢在啟動 通知大家 通知大家說是誰 衛生單位 地方社會 社會單位 對我們或學校兩個還要 然後呢 最重要要跟一個人講 那個人是什麼 是媒體 所以媒體的角色 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這個風險 告訴你 一般道具的高敏感 一個多學貿易 好 哪些國家也在做 這個是 三年前的一個 Summerer Table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那種國家 所以它用的一些指數 跟定義不太一樣 那我們現在 台北的一個系統 施定 38度西域兩天 欸 沒有人問過 38度西域兩天 是對的嗎 對啊 這個其實是可以討論喔 所以 好 OK 提問就到這邊 好 各位疫情系統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大概是摘要幾個 國家的說法 我們以法國來講 大部分國家 它的疫情系統 我們會切成四個階段 一個叫做 準備 然後開始警報 然後開始干預政策 然後開始緊急政策 所以那個警報的部分 這邊就有提到 像 法友說 如果你已經警戒三級 以上的實務呢 法國當局 應該成立相關的 醫院委員會 而且啟動老人社會 社區 照顧之家 醫療體系消防體系 最早開始對應的作為 然後最高中心的族群 必須要主動警告 所以他們有個 進來的 然後跟他講說 你現在可能 要自我照顧的 策略是什麼 然後避免外出等等 然後開放中 都要進行 這是不完全做的事情 好 那這些國家 他在發出警報信 警報信的時候呢 包含哪些 Key 混音學 包含 避免高溫啦 我自己看 我時間很緊張 好 然後第二個 降低溫度的一個 衝擊的 可是這個是社區營造 那這個部分 歐美國家 都有很多的 包含出來 不過 大家這個組織 有興趣的問題 還想那個書籍 還都在講 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層次 做了綠屋點 會改善溫度 降溫是多少 降溫是多少 這個現在都是很康的 然後 這個社區建築 改善的介入 這幾個組織 包含入室生理化 入室 披律層屋頂 冷卻屋頂 然後怎麼樣去做一些 壁煤控制的一些策略 包含紗窗 很少壁煤的一些 監視性疑問 那我們團隊呢 在過去兩年 由科技部組 支持的情況之下 開發了一個 台北市 極端 台北州的區 極端和極端 然後這個 特點是什麼 它就是自動 跟現象局的連結 也不太有相昇預報 所以 所以 如果你加入這個系統的話呢 他就會告訴你說 中正區 如果你分析的是中正區 或是你分析的是光滑區 他就可以講 光滑區接下來的 四個小時到六個小時 會有幾度C發生 那如果超過 35度C的時候 他就會跟妳講說 有一些高溫的 風險毒區的人 妳要特別注意 現在是高峰寫入學 包含了我剛剛提到的包含的部分 然後呢你應該採取什麼策略呢 還有什麼可能的 所以這個是自動進行性的一個 業系統 好那我們做完這個系統之後呢 我們有做了一個網路問卷 大概有效率就去是1.10份 但是我必須說這樣的研究成果 是給各位參考 它不代表台北市的一個 general population 的狀況 因為畢竟會參加這個系統 它是一個對風險 對氣候地面是一個議題 它是關注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它會用電腦 它會用手機 所以它是到底去取得這個資訊 好那不過這個 還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你最常從何處得到 極端會出的消息 12%是說電視 31%是說網路 你認為如何取得極端會出訊息 是費稍 41%跟我講說是新聞媒體 22%跟我說是通學 比如像Line 那30頁公開指示信 比如說溫度其部外大型看 6%呢比一張網坡 這個其實很有趣欸 這一群人 某個程度上 他是一個會用網路 會用網路的人喔 然後他還有40%的人跟我說 他希望外面有一個告示 告訴我要做什麼 而且他是高風險 或是說就是現在很熱 然後你應該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這群人認為這樣子 因為有一群人是不會用網路 也不聽新聞的 對 然後這群人他其實是 某種程度上高風險的一次 他們認為這群人應該要 為這群特殊的 也不特殊的一般的人 去設立一種 他們有辦法得到消失的一個網道 對 現在缺一旦 把這個研究繼續下去 但我覺得這個研究 是很有趣的 然後呢 我們也問他說 你如果覺得有熱的話 你怎麼做 他就說我 大概大概大概 我不會做 你跟大家想一樣 可是有一個是比較麻煩 我覺得應該要加強護熱 對 會不會幫助其實他需要幫助的人 這個19%的人都會 然後 如果有健康問題 都會尋求醫護人員的協助 21%的人會 有沒有 或者醫護人員 是不是需要改變 是用到的情況 那你要入的儲存方式有沒有 對這改變呢 好 很低 20%的人會 其實我個人覺得 我們的那個 那個 工作衛生教育 除了 做肌肉面堅肥 大眾健康教育這一塊 其實通過衛生粉 吃的那一塊之後 你們也要強化這一點 或是醫護人員 也要強化這一點 他們在 病人抵抗病的時候 你就知道告訴他們說 未來的一個 肌肉情緒是甚麼 也許你在個人調適 世界上 有一些女王 你自己去改變 好 那全藍病調適的部分 其實全藍病調適 我個人 誠心的說 我覺得我們 他心理性很棒 為什麼 因為我完全是發了 人家的武器上 在做一件事情在做 包含怎麼做呢 第一個先審視 就是 建立它的相關性 確定 這份氣肉面堅肥 跟這傳媒手相關性 然後呢 建立相關的模式 跟育指系統 之後呢 導入接入型的工作 而且補印相對應的 你能爭執的調適策略 當然最重要是 預防控制的疾病 那在整個過程當中呢 我跟第一線的 環境人員在討論說 為什麼 每次都 那個人還是有寶寶 因為 環境人員跟我說 他居民就說 跟合了不會死 對吧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 他說 他不亂停罰我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在這 防疫工作的時候 雖然我們 剛剛可以有這套理論 幫助去認同一些事情 但是實際上 他們在那邊 防疫工作的時候 還是很需要 第一線的民眾去配合 所以我去強化這一塊 氣候面線 導致健康異敵的 那個大風風險多痛 我想 我相信啊 不是只有CPC 台灣各領域 都很需要強化 這塊風險多痛 這一塊 嗯 我不講哪個單位 有個單位有趣 我很推進的東西 他就說 我就說 你一定要問某個單位 為什麼他們都不做一些 新聞 做一些意見策略 比如說發生什麼時候 只要問某個單位 結果那個單位就說 有啊 我都有發新聞稿啊 我每次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我都有發新聞稿 然後記者就會 偽嗆那個官員說 你發新聞稿有什麼用 我就不開 記得懂嗎 所以 這就是一個落差 官方但我覺得說 你都有發新聞稿啊 那記者就說 啊你都發一樣的東西 我為什麼要看這個 一樣的東西 所以他有個落差存在 他只能要去建立 這樣子有效的 從上到下的一個風險 溝通的管道 我們需要開個電台嗎 可以開個電視台 專門自己好像 機器過面前的那一塊嗎 對我都亂想了 然後給大家去討論一下 好 然後強化公共衛生 跟健康的一個 就是促進健康的一個價值 的力量 比如說疫苗系統 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好 另外一次點 我覺得現在是第一次做的很不錯 就是open data 那 因為你把那個 我們稱之為高手在民間 所以你data open 他就快把機器做出來了 那時間的關係 我被吹了 好 鼓勵氣象服務 大家都會拿氣象局的資料 但是他們 大家只知道 baby data 每天的 每小時的氣象局 但是其實氣象局有什麼 有seasonal的 有me turn的 半年的 一年的 長期的 這些氣象在裡面來幹嘛 讓活動規範 比如說你現在要半路跑 半年之後 你就知道是太熱 或是太冷怎麼辦 看一下那個資訊 你就知道 原來半年之後 比平常高溫 那你說是 可能活動的 一個規範方向是會怎樣 所以這是大家多參考的 好 好 地方調式車輪 我們會整個發揮 2015年到2015年 各縣市 依依健康面前 來調式的一個計畫 這個表情是怎麼去 我們左邊呢 是各縣市 那右邊呢 他是提到 氣候面前因子 跟健康的相關性 他認為是重要的 他就把它納進去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 增溫 剛剛亂的縣市都有 沒有的 那些事情 怎麼會是 那降理不經 有些都有 有些人 劇烈這樣 所以 我要提一個問題是 氣候面前對 每個地區影響不一樣 富裕要不一樣 強度不一樣 民意不一樣 都可以引進 台灣有這麼不一樣嗎 台灣各十二間市 有這麼不一樣嗎 那這個氣候面前對 健康的衝擊 他的一個平負的準則 當然各縣市他需要去做一個 自己各縣市的一個平負方式 但是是否要有同一個標準 哪些項目展開到可以提出來 這個是可以找到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增溫的部分 他有提到說 對地霉文會心血管 人弱勢足處 怎麼沒有人特別提到 對水資源的影響 對代謝增溫血的影響 對乾旱的影響 乾旱跟增溫如果發生的話 有辦法等等 好 來 降雨附軍跟健康的部分 主要是穿染病 疫情最快的加強 還有監測的追封 然後劇烈降雨呢 是跟那個地區性的災害一關 和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否接受控告 好 三回 地方調適策略 其實我個人觀察有一些問題 我們現在的調適計畫 是不是真的有拚命質疑 是不是真的有針對當地的人口 社會經濟面呢 台灣經濟來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評估 然後對應到當地的人口 環境社會經濟的話 它的短中長期的規劃 能夠不相同實施 好 那規劃出來 到底都在做 還是只是一份報告書發在那邊 你用回頭的評估會說很極致 好 另外呢 所有的報告書當中 都沒有提到 複合式災害的情況是這個 為什麼要講複合式 因為 2003 年歐洲熱浪 唯一的大利好 2003 年大家知道 發生高溫對不對 可是大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第二個 它除了高溫之外 剛好發生乾汗 又發生了一件事 叫做電廠跳電 起碼六個電廠 因為過展的關係 不公電 所以那個地區怎樣 又高溫又限水 又跳電又沒電 所以它的影響就出來了 這種複合式災害的一個 調適策略到底是什麼 沒有人可以去討論 好 那未來工作 有 我覺得現在台灣最缺的就是 任何的社會積極情境 因為我們即便要幫各縣市政府 去評估未來的衝擊 但是缺乏了這部分的詳細的被討 就很難像國外從國 國外已經做了熱浪 對不屬最傷的影響 對乾旱的影響 對水災影響 對勞力的影響都已經做出來 就可以發現它很趨勢 然後我們也鼓勵應用的繼續開發 還有鼓勵相關的叫做 co-benefit co-develop的影響概念性 也就是說發展這種 CO2減緩的一個技術之外 我們也要強化它對應的一個 健康效益 或是社會功能的一個效益 co-benefit 好 未來 未來我們希望 由成本效益的方式 來評估不同的調適 其他的這個徵集情況是什麼 因為不論是科學家或是IPC 通過完整的co-benefit analysis 才會確認出 感謝最近的資料 是社會長上 以上的報告給大家 謝謝 感謝王教授 教授 在這50分鐘 我們有追訓上 跟顧的資訊 在長期在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 我們只要 滿滿自己個人的研究 所以 等一下 我們下面 我們 就 讓王老師休息一下 我們請了 雷武任 雷武任來 跟我們講一下 他也是 就是 我們 參加 長期在 我們做了一些 什麼事 會來做什麼事 講完之後 然後我們再來 有半個多麼的時間 我們大家一起來 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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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 我們現在 歡迎 劉主任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事局 管事署 疫情中心 主任 就是 剛剛他一直講的 CDC CDC 什麼東西 癒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疾病管事 共識 疫情中心 各個國家都非常重要的一個展覽 所有的有關於疾病或是本事要做即時的進步CDC 然後CDC往上再相應 可能是一個緊急應變有這個功能 這是萬萬的 那我們歡迎這位 謝謝小店長 我想介紹萬萬的純資景我想有非常多背景的講解 我經常跟大家講的題目是氣候變遷與傳遞 非常謝謝社會院這邊的標題 其實氣候變遷最直接的健康影響應該是熱量和寒流的簡單氣候 為什麼會請我來講這題我想很大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現在都多講到氣候變遷能健康 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會想到等何熱 其實在2010年之前 就是剛開始政府在把氣候變遷這個議題 希望各部會要把它列進去中年的時候 其實我也覺得對那邊衝擊都很大 可是我要這樣認識的講 剛出我的想法實力的影響應該會是在10年以後 因為我們對氣候變遷的想法 包括最整個態度就是長期氣候的一個變化 比較像是一個長期性質的 不太像是說在幾年之內就會看到一個傳染病或什麼樣的很大的變化 可是這幾年可能說是跌破我的眼鏡 我不是專家 但是跌破我的眼鏡 就是說大家如果很關心南部的疫情 大家都很清楚這幾年的跟何熱的疫情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那剛剛其實小月剛才提到 就是氣候變遷是真的來講的 就是說這個疫情到底是氣候變遷造成的呢 還是其他沒有很多因素 或者是防疫單位這個防疫無力 然後找不到理由 就說它那是氣候變遷造成的 那我想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看到的一些證據 因為我想我們做法InternetEvance-based的 就做法規定的 但是必須有些證據來證明 那我這裡先還是修一個 就是IPCC第五次的 評估報告的一個 就是說 氣候變遷對健康的一個 侮辱的一個 影響的一個機制 那前面王老師大家有講到 我這邊特別把跟凱因相關的修出來 給大家 是不是要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主要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比較直接的呢 其實是Bot damage 就是搭造極端氣候 或者風災水災 像是幾年有颱風 那這些淹水的地域 其實就會有一些水面的發病的產生 那比較間接 其實我們現在認為影響比較大的呢 其實這一款是一個Internet-based culture 就是它是一個間接的 事實上就是一個疾病的 Vector 我們應該會常常覺得說 那個蚊子 其實並不是 它其實就是 所有傳遷的每件事都算進去 那當然為什麼我會認為 修律軍對於傳遷的衝擊會很大的 其實我們是來自新興傳遷的經驗 像這幾年大家都知道 有英國啦 大家有看到那個維基總統園 很多啦 那這季的紫卡病毒 然後包括跟奇異症 非常多奇怪傳遷 那這些病情最原始都是栽 野生動物的 那這些野生動物 為什麼跑到人的 病人跑到人的身上 其實有很大的原因是 以前是因為開疼 造成那些動物 整個動物的這個介面增加了 而且氣候變形也可以造成類似的現象 因為其實動物對於氣候的變化 其實是這裏感的 因為它必須去找食物 還有它的活動 還有它的生活史 生命史 所以說從這樣的基準 我會很容易去推測說 整個地球的暖化和氣候變形 其實對於這些病 這些所謂我們的經驗的每件 其實會對傳遷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所以我第一個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所謂的Graphable 每一件相關的傳染病 我們氣候變形的這個機質 那第一個大家其實最知道的 一定是氣候 但它怎麼影響這些每一件病媒呢 第一個其實最明顯的 就是說它其實它的分布就變化 我們大家講的 簡單講蚊子 蚊子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會有問題 或者是在歐洲 歐美大家會發現 他們隔天毒後沒什麼問題 對 可是當你氣候變形的時候 這個病媒分布的 海拔跟尾洲就會變化 又有溫度的關係 那這就是造成 另外的話就是包括這些病媒 它其實就是身上帶著病人體 也許是病人或吸菌 那這個溫度在變化的時候 也加速這些病人體在這些病媒身上 還持著速度 所以這也是對我們傳遷有很大的影響 它接著就是說 我們這邊是病人在五度 還把溫度的變障 那這邊就是整個疾病 因為包括病人跟病人體 本身都受到溫度的影響 那另外就是所謂的溫度的影響 所以你說這有什麼關係呢 有關係 大家很關心的情流感 情流感最原始是 連鳥傳過了它和它千奇路線 可是當這個地球的風的變化的時候 某鳥的千奇路線會改變 這時候以前不經過的地方經過了 它就會新的傳染出來 現在是降雨 降雨其實就是會影響這些 蟲媒傳染病 比如說這些病媒的 它的流行 也就是說它繁殖的這個季節的產物 那包括相對濕度呢 包括這些 其實如果你們有昆蟲氣 等到野外去採過 或你有養甲蟲 你知道野外去採這些昆蟲的時候 你就要放在一個有濕度的瓶子裡 待會它才不會死掉對不對 所以這個 相對濕度同樣的會影響到 這些昆蟲的壽命 那相對的這昆蟲壽命變長 包括它本身的基因的 這樣的基因的改變 也不舒服嗎 那接著還有包括乾旱 乾旱的話包括 這個就不一定是 氣候變現不一定的基因 都是負面的影響 所以是症病的影響 例如說乾旱的話 水少了 也許避免的反正就變毒了 那但是有可能 因為這個移動水的 水源變少了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 相關的寄生蟲等等的 疾病出來 或者是說 人類會有一些牽血型 那接著還有包括 濃縮物的收穫的狀況 就是說如果有氣候變化化的 濃縮物有的東西強 有的東西不強 這些都會影響到 我們所謂的這些病名的 的這個反食 那另外包括這個 這個 這個農作物的這個行性 就是我們工作的行性 那其實這個都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像很簡單的講 避免除了文字之外 還有老鼠 老鼠當禮容周路 缺乏修成不好的時候 那它可能就會 侵犯到人的居住的地方 來找東西吃 或者是它的反食 負面的話 很反食不好 但正面的話 當它長得好 它可能就是 再跑到這個人居住的地方 那一樣的也是會影響到 它平常的一些行為 那這個大家剛剛跟往是有點像 我只是想讓大家知道 有這麼多的報告呢 其實就長得我幫它講到一個點 其實有的一些不一定是 生命或負面的這個景點 比如說這個是溫度 那大雨的話就是增加 或 那可以看到溫度的話 對月景的話 其實是一個揮住了它的疫情 但是下雨的增加 看起來是助長 但是有報告是減少的 那根本熱這也是 類似的情景 那拼鳳是一個像 萊姆菌跟皮類是一樣的 在歐洲是非常多的 那在溫度上升的時候 其實也是會增加 那萊姆菌也是好 那另外剛剛這個王老師提到說 我會要再講的 其它其實就是一個 看它病毒的聖鎮候群 這些都已經有 我們每次進行發 都在市場 市場旁邊的群影得到了 它其實就是一個老鼠身上 帶了一個病毒 那老鼠殺了尿 你不小心吸進去 那一個蒸發 就是乾燒了這個灰塵 那非常腦袋感染的 可能腎臟就會出血 就有一些狀況 那這次在溫度和水分上升的時候 其實老鼠的反射看起來是有力的 那這個是鼠疫 這在對我們台灣來講 那比較沒有影響 那身上整個身體 看它這麼病 和聖鎮候群是有關係的 那這邊要講到說 為什麼登革熱的 這個效益要去推租 到底是會變多 避地變多 或避地變少 為什麼會這麼困難呢 這邊其實就告訴大家一個幾個 就是說 當會這麼變高的時候 到底登革熱 是會變多還是變少 大家覺得會變多還是變少 變多 覺得變多的舉手 對啊 差不多了 可能會想過 現在是台灣最熱的時候 可是如果你有注意到 台灣難度的登革熱的疫情 事實上是在秋天的時候 必定是最多的 所以這個我就可以告訴大家 一些有可能的原因 紅色的是蚊子成蚊的生存率 可以看到事實上 它在二十幾度的時候 是最好的 可是當太熱的時候 可能它生存的天數 其實是會下降 所以蚊子其實太熱 它是受不了的 那接著來看這個 綠色的 就是指蚊子咬人的頻率或天數 可以看到它大概在二十五度左右 是最好的 除乎大家的醫藥之外 其實不是最熱又 雖然蚊子也是太熱的 太熱它的活動力也是不太好 但是天氣能就動僵了 我們翅膀被不動 大家早上打死 那種被動僵的蚊子 大概也要打死就好 好 但是相反的 可以看到藍色的這條線呢 是 Development to adult 意思就是說 這個蚊子又羽化的 又重量羽化的 沉溫的時間 可以看到這個部分呢 就是溫度對它就是有力的 它的天數會大幅的縮短 但是在二十度以上 最後其實就差不多 好 那另外最後這個呢 比較難解釋 EIP-Lens EIP-Lens 我們是 True City 不配宣機率 指的就是呢 當個蚊子咬到一個病人的時候 這個登革熱的病毒 在蚊子的身體裡面 反而是要花多久的指尖 它有傳染去 有下一個人 好 可是這對於一個疾病 疾病者 登革熱的疫情的時候 很大影響 這時候可以看到呢 溫度對它也是好的 就像我剛才講的 病人體的複製 常溫度高的時候 複製的速度會上升 這當然可以看到 同時有真相反響 所以你很難去 預測你的疫情 它也是要往上升 好 那這個則是在講 氣候變遷對人的 考慮的一個影響 就是說 當你氣候變遷 基本上這部分人在台灣 還不明顯 但是比較小一點的例子 可能是例如說 像多拉克風災 或是一個比較大的電視災 可能會造的嚴峻 到不適合居住 居民就必須先進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這可能會是 比較常影響會發生的 那當然包括你的病人體 會被傳播到新的地方去 那也包括我們有些 抗藥性的病人體 也是一樣的會去散播 那例如包括 人會帶著文族 跟其他的 這些續養的裝置 其他都可能是一個 傳染兵的靈界 那包括 這個其實最好的例子 就是南美洲 當初 歐洲人跑到南美洲去 這樣就是秘魯了一下的滅亡 就是他帶著天花去了 所以當你帶著傳染兵當的 沒有利益 沒有抗體的族群的時候 這個族群就很快的 排在這樣子 很快造成非常恐怖的隱形 那另外就是 這個病毒可能會 傳播的更快 尤其是在一些 都會是非常進步的 可是其實在國外的一些研究 那一下 那個人這樣的產品 有時候在都會 去了一些我們叫Pocket 就是一些可能設計 地位比較差的人住的地方 可能比較擁擠 因為那樣況比較不好 那這些疾病在人動的時候 到這樣的都市的時候 其實這也影響到其實 我想學社會 你們的社會應該會 很關鍵這個部分 所以他也有 尤其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很快的 讓大家看一下 紅色的呢 就是指說 其實這個整個圖 是在講 最後面前對這些 相關的一些 這裡有給大家看 避免傳染病 他有非常多的實驗健康 等等 這個營養素量等等 所造成的衝擊 那這個深紅色的部分 就是表示 你還有Potential去的 Potential 就是還有救 還有這個空間 可以讓大家來調適 但如果進到橘色的時候 可能就是 可能進入一個 有可能性 reversible的情形 就是目前的狀況 可以看到 氣候邊界對 我剛才只講 傳染病 對這個離界 避免傳染病 其實是有些抽屜 但現在目前認為 還是一個 有機會去reduce 去降低風險的狀況 但是在這個境位以來 30年到40年 你的溫度上升1.5度而已 然後可以看到 其實有個區域裡面 激色了 那在Potential 4度C的時候 沒有營養素 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其他很多 健康狀況的影響 其實就會變成一個 其實大家會做萬節補助 所以這個調適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接著我就進到 燈和熱相關的 這些目前的實證明書 那這是一個 由燈和熱病毒 傳過風險的病毒 那剛剛講過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傳過的病 所以其實這條線 是WHO畫出來的 就是說在北半球 它的1月 有冬天的均溫 在10度C以上的 那南南則是7月 在10度C以上的這個區域 那這就會 這橘色的是有 爆到冰冰的地區 所以就可以看到 其實主要是在這邊流行 那這個其實 像目前的斯卡病毒 因為是土曉愛吉巴文傳過 所以也是一樣的 這些地方是有風險的 那美國的團隊呢 它就用這個溫度 來做一個model 就可以看到紅色 它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點檯 也一是 就是任務會有這個 愛惜單紋 平時沒有 它就畫出了這樣子 的一個風險地圖 那可以看到 在美國市上 都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 有風險的地方 那台灣呢 大家覺得說 就是受氣候變遷的影響 我們今天他們這個熱病藝術 可以看到我們中國 一七十年 做最高的兩星利益 當作一座基本性的話 可以看到 在這個2007年期 之前十年就一年超過 大概超過兩三千利益 但是在去年整個 其實大趣事來看 可以看到 其實今年就已經是比較高的 但是在2014年跟2015年 有15000跟43000多利益 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 那到底是不是台灣的防疫人 真的偷懶在睡覺 或是民眾的人是標明 其實看起來譬如是 為什麼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現在要講 我可以給我聽到國際補強 那你可以看到這次其實是一個 境外移入病例的圖 那這是從東南亞 主要是從東南亞國家來 可以看到怎麼出來的 都非常明顯的 是一個往上的心情 那我們再去比较東南亞的疫情 事實上呢 包括印尼 包括對於密碼 像這些我們主要的境外移入輸出國 這幾年的病例跟疫情 是特別的明確 那這是給大家看 剛剛提到的 聲音現象跟反正音現象 就是海邊的溫度 橘色的是上升的 較近年的這個命值是上升的 藍色之下降 那就是有配合的部分 大概就是我們講到 有聲音現象的狀況 大家注意在1.98左右 有了嚴重的聲音現象 那就是皮斯龍剛學跟我們合作的 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組合 看起來有點複雜 請大家看這個 其實我好親近的 都是類似的精神 就是說它是橫軸是年 重軸是 這個是緩度 也就是說 它的東南亞國家 從市道到成北 到台灣左右 不同緩度 那又邊重軸的是 IR 就是一個疾病的發生率 的一個risk The rate is the rate 每十萬人 那紅色的呢 就是它發生率很糟的時候 就會看到紅色 可以看到這邊 就在1998左右呢 這邊就是有個明顯的 這個紅色的線 那這個可以看到 不是單一國家 是整個東南亞地區 都有一樣的現象 那事實上 編織綁大力 就在去年 大家都知道去年 其實聲音現象蠻嚴重的 那同樣的也是觀察到 這次的現象 所以它是一個區域性的 不是只有台灣 那這是一個我們CVC做的一個model 就是說 我們去看愛奇班 我們分部的這個區域 這是我們大概是2010年左右的 這樣的書 可以到相認識去 知道有愛奇班 我們的分部 但如果我們用RCP 4.5 也就是說 比較不是那麼糟糕的 去看的 可以看到在近未來 有未來 跟世紀末 這個點的部分 對愛奇班的根部 在目前算是平現在滿高低 但是如果我們氣候變現的狀況 會不會有得到一個緩解的話 可以看到未來 愛奇班的根部 在有未來已經變成到台中 在那個世紀末 甚至台北市的活動 那這個RCP 8.5 則是一個比較糟糕的general 可以看到 甚至是在 有未來的部分 就已經到台北了 甚至到世紀末 是全台都會有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圖紙是很快過去 讓大家知道 就是分裕兵在012年 他們在一個 風災之後監測的產品 那大家知道說 其實有相關的報告 破爛 傷害等等 這些其實都會受到 這個風災極端氣候的影響 那這是台灣的樹絲 就是藍色的是 溝鑽的血液體 它其實是一種 很多木類的動物身上都有在 在它的妙影裡面 那如果附入在這個 背昂轉的水裡面 就會感染 那這最容易在什麼時候感染 例如說在風災之後 被動物的排氣 都被沖刷出來 那大家去做 就家裡淹水有尾巴 在那邊刷洗衣服 有多適當的毛布 身上有傷口或臉膜 這個細菇就跑到身上 就受到感染 那紅色呢 則是一個叫 類比具的細菇 它廣泛地存在台灣 中南部的土壤裡面 那一般細菇它會細菇 但是當然有風在 風很大的時候 會把這個塵土癢起來 那這時候如雨的 你不知道狀況是比較差的呢 這細菇就被感染了 那我很有趣的就看到這個 紅色的類比具的曲線呢 有幾個peak 很明顯的都是在這個 台風之後 這個是 這幾個台風大家很不想 親近的在家裡熟 海灘 這個是卡馬 卡梅基 卡梅基 這個是莫拉克 對不對 這個最少的 這個瓦納比 這個是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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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那在這個 這個 這個莫拉克的時候 尤其呢 這個瓦納螺旋體病 是有了 明顯的狀況 那一次 報道器的監獄也在 其中淹水非常非常的嚴重 尤其是在 新元跟在萬代 那就是一個病例的分布 它很明顯的看到這個 瓦納螺旋體病的病人 就是分布在這個 淹水病區裡面 那它的潛伏器也 以前在發發風災之後 大概是兩週所的病例 影響增加 那幸好是 我們大概知道 會有這樣的傳染病 所以到 他必須做調查也 讓他們及時做了診斷 所以雖然有 大概10個人 忍住來洗衣服 但是 最後就 一味是不幸死亡 那時候是有去 幫幫老師講的 怎麼去做這個宣告 因為那時候 淹水很厲害 都停電了 所以我後來就請理長 騎腳巴車 後面發了廣播槍 寶公說請大家 這個清早什麼時候要注意 但這個其實 穿透的心態是 很沒有想要更多 所以大家去思考 剛剛都有聽到 幾段氣候的時候 其實電視 清蒙堡是一個好的 公共衛生 接入的方式 好 那這是我的最後 因為記得我想大家 會要做一些討論 那剛剛提到的 主要的 我講到登革熱 那其實 在美界傳染病的部分 文字其中 像目前頭號的 擔心的其實是 斯卡病毒 因為事實上 現在氣候變遷 我覺得很明顯 看到的現象 我覺得它是存在的 為什麼 因為像美國 前兩天 才幫大家看到 蘇里達州有 斯卡的病毒 以前大家不認為 或者斯卡羅里達州 會有這樣的疾病 就不認為 每週 美國本土是 有這樣的文字 在活動的 這麼 這樣的旺生 那另外 驅蜈病 那老鼠的部分 剛剛提到的 和它病毒 其實在台灣是有風險的 另外一個 是釀蟲病 今年其實也是近五年 通老病例數 最高的一年 釀蟲其實它主要 是在野鼠的身上 那它的 其實這個 又隔了一層 就是有老鼠 又有藥蟲 然後這個藥蟲 才藥病 你才生病 所以這個 要去Model 這個專劃其實難道 我們看起來的力量 是先去想不想 那跟野生動物相關的 防血病 大家如果 激進很不錯的話 台灣前幾年 發生了幾十年來 已經根除之後 有跑出防血病的誘害 那這個為什麼 會在這個收出啊 因為經濟又看起來 這個病毒 已經在台灣 待了幾十年 可為什麼會在這時候 跑出啊 那這個 我們只能去想一個 沒有關係 但真的 還沒有證據 去說這個氣候 有些相關 另外還有包括氣流感 韓國有了之後 之後日本也有 之後就帶下來 這麼紅鳥的衛生物線 那另外太區病 我不太認為台灣會有 那這讓大家知道 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今天我媽收到的疫情 是在俄羅西 那為什麼它會有 太區病的流行呢 因為 西伯利亞的動員 因為溫度太高 融化了 就在動員的底下 有冰存了 非常多動物 都沒有腐爛 就因為 氣候滿花 讓它溶解之後 動物暴露出來 腐爛了 人去暴露到 就這個動物在 可能一百年前 或幾多久以前 它是有它去病的 所以這個時候 就造成了 病病的殘破 這就是我們 可能沒有想到 氣候變遷 對人類的一個印象 所以 雖然說是有趣 其實是對於 非常需要重視的問題 那至於台灣 比較好的 水民的傳染病呢 除了我剛剛講 郭文貴有去體病之外 我們認為比較不會 在台灣發生 例如說像 貝里比內亞的 波蘭的傷痕 那就要非常感謝 糖尚 公共衛生體系 這麼多年來 前輩的建立 比台灣現在 有衛生槍主導 有非常好的 公共衛生的環境 有好的運用權 所以 這部分傳染病 比較不會因為 氣候變遷 在台灣造成一些問題 那我想 在這邊做個開頭 就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一起打問 謝謝